- 人生要設立停損點,這是李牧演出新電影《青春試煉後》的新體悟 不過相愛相殺的劇情果然還是只在戲裡出現 因為現實生活中,李牧過得可是很甜蜜 結束一天宣傳行程,一台神秘的白色休旅車載著李牧來到松岩附近 才剛走下車,李牧整個人立刻踢過去 手手勾手手,甜蜜路上走 李牧跟男友兩個人看起來還在熱戀期 甜甜蜜蜜一秒都不想分開 連排隊、買電影票都要互相攔住腰 你不說我還以為現在是在比賽兩人三角 看個電影出來兩個人開始逛書店 整個晚上的行程相當文青 只是一離開商場 此度就開始往深夜模式前進 熱戀期的愛火燃燒得如此耀眼 陷入戀愛的男女就是可以忽略所有路人的眼光 當節緊緊相擁 彷彿是喊劇畫面 男友的手在李牧身上上下游移 抱到連衣服都掉下來了 阿薩 這個一頂突然勾起了我的回憶 像當年文青女神陳其真當街喇雞 身邊男子也是忘情頂了一下 紅衣男子頂王還跟李牧隔著口罩來個安全親親 兩人間的互動真是又甜又可愛 而根據本刊調查 這個紅衣男子叫做周旭 是樂團的主唱兼吉他手 看起來是相當業有才華 配上充滿文藝氣息的李牧 兩個人在一起的畫面可以說是相當和諧 去年拿下金鐘最佳新人的李牧 今年又入圍金馬最佳新演員 真的是愛情事業兩得一 是有講法